今天周末呢 外边下雨 我们不能出去玩 就在家里想做一点 什么吃的东西 我们今天准备做一点 扣肉 这个扣肉呢 我们做的不是用梅菜扣肉 我们做的是蚂齿菜扣肉 你看我盆里的这一个 就是蚂齿菜 就是晒干的蚂齿菜 然后呢 昨天晚上呢 我们把它用水洗了 然后泡了 刚才我已经洗了一遍 现在呢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然后呢 切碎 然后呢 用来做这个扣肉用 把这个泡好的这个蚂齿菜 用水洗干净 然后呢 切成 切碎 然后呢 一会儿用来做这个 蚂齿菜扣肉 刚刚已经烫好过的这个肥肉 五花肉 这个肉呢 就是说一定 最好选这种带皮的肉 最好白肉多一点 但是现在上商店 实在是找不着再肥的了 这是我们挑了好几个地方 调的最肥的一个肉 我们刚刚用开水把它们毛过 然后呢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 做这个蚂齿菜扣肉 在毛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毛 这个毛就是为了一开始 不要切碎 切破了 切成碎以后 然后再毛 因为在这个肉 整块肉毛的时候 它会把 你看水分都保持在这个肉里边 所以说这样的话 这个做出来的这个菜 这个肉一定是很润 那么现在我们放点油 放点油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放这个 葱姜 烹锅 葱姜 葱姜差不多姜了以后 你能纹在姜了以后 然后对付我们把肉放进去 我们不喜欢那个锅 爪的太热 这样的话那个油一般的 我们不喜欢那个油 就这样的话炒就可以了 现在我把这个拆开 以后我们再放一点酱油 我们再放一点自制的西红柿酱 味道非常的鲜美 然后我们再放家庭去马尺菜 放在底下 然后再炖一段时间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的改良版的 我们家独特命方的马尺菜扣牛 色香味俱全 马尺菜扣肉 我们的这个 买一点 现在我们这个马尺菜扣肉 已经搬上盘了 色香味俱全 色香味俱全 而且你要是吃这个肉的话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润 很好吃 很好吃 然后我们这个颜色属于红的 这个红色就是西红柿酱 做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味道特别好 没有放糖 对 我们不放糖 不放酱油 酱油放一点点 然后我们这个主要是西红柿酱做出来的 然后我们还放了 自己做的西红柿酱 对 然后我们还放了一点五花果 所以说这个尝尝吧 然后这是马尺菜 这是马尺菜 我们做这个五花肉呢 最喜欢的就是肥肉多一点 皮厚一点 这样的话做出来以后 那个肉比较tender 然后皮也比较好 但是很难买到白肉多的肉了 现在 跑了好几个店买的 就是最肥的 其实也没有多少肥肉 但是它带这个带皮 对 好像比较好 对 你特别喜欢吃这个 扣肉 做的这个马尺菜 特别好吃 嗯 嗯 好吃 开吃 开吃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